HELLO 大家好,我是CASE 我們今天再來玩欠債要靠賭博來還依 我本片 上次我們玩的時候就已經很成功地 讓它掉到最差最差的地方 老婆連賣新的機會都沒有了 我們這次就來挑戰一下 究竟反過來,我們升上去 究竟會怎樣呢? 應該升上去的玩法比掉下來的 所以就多點快勁 可能飛過中間賺錢的那一刻 我們最主要只看劇情 那先看看 OK 我之前找到奇怪的東西 現在可以開,之前我一直都沒有開 原因是等現在賺錢才開 先看看拿到什麼 現在是平民級 OK,給我7000多元 叫我一定要給我兒子 不會給他啦 謝謝你的舉報賭場作弊者 都是2000多元 OK 又是這麼少的 OK 那是不是三個都來了 都來了 那就不要浪費啦 老婆不要啦 過到澳門玩 快點出去賣藝先啦 好,那看看我們這次要什麼好呢 其實我覺得21點是比較容易 因為他每次都不貴 之後他可以雙倍雙倍上去 我喜歡這個 只要贏了第一次才15 爆 不要緊 不是很貴 其實我覺得我玩這個遊戲是很有難度的 這些遊戲是絕對不適合我玩的 OK 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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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要算 好啊 還有我發現這遊戲如果大家有玩的話 他這個遊戲去到連勝5關之後 第5關連勝 他就多數會出7、8這些賤格數字出來 頭兩下 他的系統設計到是很容易做的 這些就是特意開一些大一點 你看看,第3也更好 再挑戰 你看看這些呢 連勝到4、5關開始就焗你 明明開2關 然後他就會開煙 然後焗你再看影片 然後再輸的就沒了 好賤格的 好啊,這樣可以再來挑戰多一次 我這個不能輸了 5連勝,來吧 這些時候如果你繼續的話 雖然他的雙倍再上 但是真的很容易輸的 所以還是不好 我們現在穩陣一點 我們現在 好啊,開始玩了 來來來來來 9、6 嘩,我有FIVA 我們先拉一拉機 我們拉一部500元的 還有我想說 為什麼這次好像沒有了 之前那些什麼踢機啊 那些系統那些 好像沒用過 Jetboard Jetboard 餐士 我連Jetboard的字都看不到 其實有沒有人試過中Jetboard 我想問玩這個遊戲 如果玩這個遊戲由上一代 好像這樣算 我覺得真的會中過的 其實我覺得 是不是真的會中的 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美目了 沒有了 喂喂喂,走喂 不是嗎? 我覺得有一個遊戲 我沒有聽到 我沒有有一個遊戲 我沒有人練成 我沒有機會 這次拆機有兩個人看著 我記得上一次一次還清完會直接跳一級 這次先試一下 我也不知道這次會怎樣 先試一下 過十八千萬 先試一次還清它 可以直接升級了 這個阿婆是誰 我的債務生活完結了 雖然用賭博來還清債務 但這樣真的好嗎? 最近我總是輸 但最近完全不幸 可能我不適合賭博 放棄了這個人 等等 就是你 窮鬼附在你身上 突然之間被奇怪的占卜師 殺了一身炎 這個才是災難 什麼回事啊 但是現在窮鬼走了 贏了 我就用雙腿走去賭場 運氣來了 我現在運氣來了 那個占卜師真的是占卜師 我快速走向所在的地方 太厲害了 正如阿姨所說 如果你相信的話 你的人生會更加順利 首先每天要喝這個聖水 我按照卜牧師所說 我每天都會買聖水喝 那肚子就放得到改善 占卜師連續幾天都不斷地說給他介紹 難得的東西 好貴啊 那將來的投資 我不斷地買被介紹的東西 這個在賭博中不斷取得勝利的能量石 真的嗎 但是我的手頭 射像也可以 拿這些賭場賭錢就可以了 好 多謝 好啦 我們應該是被占卜師 弄到一身債 現在又 又再一身債 接著占卜師又拿出帳單 到目前為止的黑談費 鑑定費 出差費 介紹費 嘩 你的奸相 這個不是奸相 這個是詐騙 OK 我們又要決定今次的債務 好緊張 不要那麼多 我頂 是最多的債務 20萬 你會給我20萬 我會給我7000 多謝你 20萬 咦我們還要平民級 我要還清兩次錢才可以升級 其實我剛才玩錯了 我應該 臨還債之前去買了雷雷的材料 如果買了那個 應該會有一些道具 沒得輸 已經可以直接升級 他可以做機 你看到這個就有兩個人在這裡看著 但我贏了錢 我們還是不要做機 我還想這個 今天會有錢剩 我要去買一些道具 看你沒有了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局 第一次是不要賭錢 所有東西都是局 根本去到某個機率就開始扣你錢 賤格 永遠都贏不到錢 哎呀 訂了 GO 所有東西都是機率 千萬不要相信這遊戲 再來一次機會 所有東西都會騙人 走 好害怕 不行 他們兩個轉得很快 我還是不敢作 咦 如果現在多這麼多 那我這次不要還清好 還 黏紋 之後可以拿錢來 買其他東西 這次沒有 會不會中了Jet Pod 還25000 OK 咦 升酒店了 可以 直接升一家厲害 神經病 不是 我要逐級逐級開店 糟了 我還以為今集可以一次過開到幾級 或者開到頂 我玩了一整集才升到一級酒店 好 接著這個LV6的酒店 這個小康級的酒店 多一點擺設 我這裡 澳門是有這樣的酒店嗎 我這裡來收錢 嘩 打數 打數要三萬多元 神經病 OK 今集可以升到一級 這麼大把 叫老婆出去買藝 人體切割 做魔術 兒子做魔術 老婆真的斷開了 好 那這次 算了 先升一級 我們下次回來再看看怎樣升 下次回來會玩得快 其實我剛才真的不應該一筆個還 我忘了 我跟上一集的設定是一樣 我就算每次還最低還款 我都可以升酒店 總之還夠多少次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下次回來 我們再衝一下進度 好 今天來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請按LIKE 還有記得訂閱我 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